大家好,我是大衛sir 今天繼續為大家帶來35家初選案的最新消息 案件踏入第104日的審訊 今天繼續由周嘉誠作供 簽物落無悔等同向選民承諾 當選後否決財政預算案 周嘉誠繼續接受控方的盤文 控方以周嘉誠Facebook帳戶上高的物落無悔聲明 進行提問向周嘉誠了解當中的含意 控方留意到周嘉誠早前作供時 曾經用滑龍點睛去形容聲明當中的 物落理應無悔否則等於失信於選民的一句 周嘉誠稱這是張可森當時的一種說法 周嘉誠對此亦表同意 周嘉誠重申早前作供所指的滑龍點睛 是要帶出焦點 即是物落無悔中的兩點聲明 其中包括運用權力否決財政預算案 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 和初選落敗就要退選 而除此之外 周嘉誠繼續指所謂的滑龍點睛效果的精要 在於選民兩個自和 李韻騰法官就此說法 問周嘉誠指精要在於選民 是不是代表物落無悔聲明 就是要讓選民知道 如果參選人能夠成功晉身立法會後會做的事情 周嘉誠對此表示同意 周嘉誠強調 否則等於失信於選民一句 是指參選人一旦簽署物落無悔 就是同意當中的兩點聲明 如果最終未有將其付諸實行 就等同失信於選民 周嘉誠發起物落無悔 為展現更強的抗爭意志 他回應控方的盤問 他認為協調會中所達成的四個共識 即是舉辦初選、辦論壇 以靈同制作替補機制 以及贏了有得選、輸了無得選 對選民來說其實並不重要 而且選民亦沒有興趣之 控方就此要求周嘉誠作進一步解釋 周嘉誠指上述四個共識 無助於展現抗爭意志 雖然周嘉誠覺得他們參選人來說是很重要的 但認為無需向公眾交代 因此就戴耀廷宣布 不用參選人簽署任何文件 周嘉誠、梁仿惟和張可心商討之後 最終排除了據其所指 已經在協調會達成的四點共識 並且決定將運用權力否決財政預算案 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 以及贏了有得選、輸了無得選的兩點聲明 作為物樂無悔的焦點 認為此舉能進一步展現抗爭意志 周嘉誠表示抗爭就是不妥協 控方在庭上引述周嘉誠和梁仿惟 張可心在2020年6月17日訪問的內容 當中張可心曾經說抗爭就是不用妥協的藝術 周嘉誠向控方表示認同張可心的言論 強調政府必須回應五大訴求 但控方隨即向周嘉誠進一步提問 指如果政府只是回應當中的一個或兩個訴求的時候 周嘉誠會否同意 周嘉誠回應指 須先作了解 並且會視乎政府的態度而作出決定 控方認為周嘉誠的說法就是一種討厭 控方再問周嘉誠 如果政府回應雙普選以外的四個訴求的時候 周嘉誠會否接受 周嘉誠表示會先待 更辯稱雙普選屬長遠的事情 並非一時三刻可以實現的 需要逐步爭取 林卓廷、梁國雄、柯耀林決定不出庭自變 控方今天完成對周嘉誠的盤問 而辯方亦都表示無需進行覆問 林卓廷、梁國雄和柯耀林的代表律師 表示三個人都選擇不出庭自變 但柯耀林就會在下周一 傳召一名證人上庭作供 接下來繼續會有我大衛sir 為大家緊貼35家初選案的最新法庭快訊 記得要留意我的頻道 今日節目時間就到這為止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 拜拜